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非常的简单 我就是把我的自己平时用的两台车放在了大家面前 一般你们看传统的汽车测评节目 他们都会说 这两台车有什么可比的 因为他们在比价格 比性能 比底牌 比品牌都是竞品 但这两台车完全属于那种扒杆子打不着的 没错 这就是尊贵的小鹏P7 而这台就是尊贵的Fallari 812 Superfast 这两台车的价格大概差了 不好意思 我算数不好 反正我就知道812的购置税应该可以买两台小鹏了 但是这并不重要 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心头肉 首先先聊聊小鹏 小鹏是我人生第一台电动车 我韩景峰从未感受过电动车带给我生活的改变 但是现在我被啪啪打脸了 因为我当时说过一句话 我说只要内燃机在一天 哥就不会去买电动车 但现在我真的想说一句 电动车真的想 因为买这个东西这叫玩 买这个东西这叫玩 生活 你不可能每天都在娱乐 开着上百万的车去上下班去 参加所有的场合 跑车这个东西很炫 但是给人一种非常轻浮的感觉 而我平时上下班的时候 对吧 有领导 有同事 你让人看见也不太好 但是小鹏pc 广东 中国自主 国产品牌 我每天开始它隐喻广东的闹市之间啊 有一种高人的感觉 而且说实话啊 很多人都说小鹏pc这车low 或者说小鹏这个名字low 但你们真的错了 在我眼里没有low车 只有low人 你看这小鹏pc跟这八元放一块 你有绝对有违和感吗 对吗 弹幕打算让我看一看 怎么会有违和感 我说你再看啊 这台小鹏pc的颜色和812的颜色是一样 它们都是灰色 这个也是我花钱去选的一个金属器啊 法利选的那个面大概花了20万 我小鹏这个花了1000多块钱 还是性价比较高的啊 之后你再看啊 我当时买小鹏的 其实我也考虑过什么理想啊 蔚来啊 但是特斯拉我没考虑 我就考虑买国产啊 我发现一件事 小鹏p7是这里面 所有电动车里面 小鹏pc是这所有的电动车里面 我认为最帅的 就颜值最高的 因为你看到后面这个溜背 这个溜背这个感觉 我就问你香不香 而且小鹏能改 你知道吗 虽然我拿回来的时候还没有时间改啊 但是你看什么理想万啊 ES8啊 什么这些车呢 它都比较适合游家用 它不像小鹏似的能自己开 能自己感受 因为我和我媳妇平时就俩人 我后排不做人 我实话实说 小鹏的后排确实可能是同级别里面比较小的 但是他一定是我认为最帅的 真的太屌了 之后呢 还有一点 就是什么 你每天如果你开汽油的时候 你需要干嘛 嗶嗶 打开车门 上车 记安全带 点火 挂挡 你需要这么多步骤 但小鹏需要什么 你静止的走向他 上车 就这一下 把安全带记上 就两个步骤 你可以开车走 这是所有玩车人都觉得 哇 这事儿简直太夸张了 就如此的简单 它改变的是我种生活方式 你能明白吗 所以这么看来呢 电动车有电动车的好 油车有油车的好 但是这东西呢 是玩 玩咱得有个度 你平日常生活 你必须得有这种电动车 所以随着未来的趋势 包括国家支持的环保 包括国家支持的政策 我认为其实买电动是一个大趋势 以后挨家挨户可以买一台属于自己的爱车 那当然你的车户里也肯定少不了一台电动车 就像这一样的电动车 在那我们上的电动车上也有一台电动车 你在那里面有什么事 就是这样的电动车